北辰跌入黃河躺平在水中漂流6公里被夜晚在河邊釣魚的人救上岸 7月1日大陸《點時新聞》在微博發布一段影片 畫面顯示一名在水中的男子被救上岸 躺在地上喘氣旁邊有人安慰說頭一陣不急現在已經安全了 跌下水的李先生自校回憶說 在6月29日晚他在黃河邊查看水的情況 剛剛站在石板上一滑腳就跌進喘急的水中 於是他調整姿勢躺平在水中順流而下一直漂流6公里 才被夜晚釣魚的人救起 目前跌下水的李先生因為水入了肺部有感染 頸和腰部酸痛不過身體沒有其他大礙 鄭州男子獲救的影片引發網絡熱議 網友紛紛驚嘆 這個人的心理素質不是一般 真是很厲害 6公里飄了這麼長時間